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以来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过会晤 通话 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沟通 为两国关系提供了战略引领 11月1号 两国元首再次通话 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同意在20国集团阿根廷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本月9号进行的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将为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做有关准备工作 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沟通协调 推进对话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精心做好准备工作 确保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杨洁篪使出 战略互信是事关中美关系 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经济繁荣互为机遇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一道 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双方要通过平等互利的谈判 共同寻找妥善解决办法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波尔顿表示 美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精心筹备 推动两国元首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美中举行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 有利于增进双方战略互信 有利于为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做准备 美方也愿同中方就双边关系 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加强沟通与合作 推动取得更多进展和成果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邱振海先生中午好 中午好 我们看到杨洁实现在访问 白宫和博尔顿讨论了多个中美议题 你认为这一举动显示出 中美关系一个怎样的发展态势呢 中美关系始终是曲折向前 这样波浪型的 那么现在它有低股 它也有高股 整体是向前走的 而且是往上走的 因为整体的态势 中国在崛起 中美之间在和平的过渡 或者和平的在平衡 或者在调整双方的关系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就像打一个不太恰恰的比方 就像股市上一样的 有时候会有些技术上的调整 有时候会有些冲突 有时候甚至会有些震荡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以后 它会曲折向前 螺旋式的上升 所以假如说过去一段时间 或者过去几个月 贸易冲突 甚至有些安全领域上的冲突 那么可以说是一个 低股上的一个调整 现在是开始区域往上走 但是往上走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要基于太乐观的 未来还会有一些低股 但整体的趋势 一三五年 五年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整体一定是稳中向前的 那么说到最近的情况来看 这个一个是12月1号 两位元首要在阿克林举行会谈 而且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晚宴 那么显示出双方的诚意 而且一定有实质性的东西要谈 因为假如说是非常敷衍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举行晚宴 因为在晚宴上中 一定有很多东西要谈 那么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这一次的外交与安全对话 就显得非常重要 它不但是外交与安全的对话 因为安全我们知道 也是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短板 经贸关系是压仓石 现在压仓石在受到挑战 所以短板一 从孤立的意义上说 显得更加重要 第二这次在华士顿举行的 中美两国的外交与安全对话 不但是外交与安全 刚才我说 同时也是为压仓石 同时做一个铺垫 首先是希望12月1号的 双方的原始会谈 能够顺利召开 同时取得一定意义上的成果 同时也为抗在我说的 一个技术向的矫正 稳重向前 铺平一个很好的道路